你好,我是伽妮,今天我们来聊的主题是 AD 跟皇上联手,哪些球队首当其冲压力最大啊? 关于这个主题,并没有写成文字稿 如果喜欢这部影片,别忘了喜欢并非识另外这部影片 也别忘了订阅我的频道给个事实而鼓励哦 接着我们回到今天的主题 影片中所有数据截至6月18号 暴龙拿下冠军,之后才两天的时间 联盟就发生了非常震撼的一笔交易 那就是AD加入虎人队要跟皇上联手了 这双人组合我个人是非常期待的 因为AD有可能是目前联盟中最好的禁区球员 也有可能会是皇上LVJ职业生涯中最强的禁区队友 我们先来认识一下AD 上一支教育的影片中有朋友留言 我没有聊到AD的新作 他是3月11号生日也就是双鱼座 双鱼的优点就是细心善良配合度非常高 这一点我真的懂 AD职业生涯长军23.7分 10.5篮板 2.4火锅 2.1助攻 1.6超球 这是一张非常全面的成绩单 三次入选年度一队 三次入选年度防守一二队 17-18赛季 MVP票选第三名 以上数据告诉我们 AD确实是目前联盟中最佳常人之一 上个赛季要不是有脉搏事件 而让他整个下半赛季的上场时间受到影响 他的数据绝对不止场均25.9分12篮板而已 也因为这个卖武事件让他无缘年度前三队的肯定 但反过来说至少可以确定新赛季AD是健康的 至于皇上的职业生涯实在太辉煌了 我们就不多讨论了 但可以确定的是 就算目前胡人暑假功课还没完成 这里只是其他球员的补强 但光是LBJ加AD这个组合 我个人认为进季后赛对胡人而言已经不是目标了 现在的目标就是总冠军 因为上个赛季LBJ受伤之前 胡人的战绩是20勝14败 换句话说上个赛季只要LBJ没有受伤 季后赛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现在交易来AD只有目标当然要往上调整 再加上勇士目前因为K汤KD伤势跟合约的问题 所以新赛季是胡人非常好的机会 接着我们就来聊聊当LBJ跟AD这个可怕的组合确定之后 对哪些球队会产生很大的压力 第一支球队是火箭队 去年夏天火箭的操作非常勇敢 本则一个要PK掉勇士的心态在做操作 所以去年夏天留下了Chris Paul 因为火箭相信只要Chris Paul是健康的 火箭当然有机会可以打败勇士队 整个赛季火箭在阵容上的调整 基本上也都是绕着勇士阵容来打造 包括季后赛我们也可以看到火箭放上五小的阵容来跟勇士对决 现在有意思的是 勇士因为K汤KD伤势跟合约的问题 新赛季还有些状况 但火箭留下Chris Paul之后 整个球队的薪资状态是非常不理想的 下个赛季Chris Paul James Harden跟卡佩拉的薪资来到9200万上下 整个球队目前有合约再生的只有7人 但团队薪资已经来到1亿2000万 上个赛季打得相当出色的球员 包括奥斯丁Rivers、Haas、Sharper、Green等合约都到齐了 这是火箭很大的麻烦 第二个问题是刚刚我们聊到 火箭的阵容是针对勇士打造的 也就是针对1-4号位来做补强 实际上守KD的球员是PGA Tucker 但胡人目前LBJ加AD这个组合 站立是在前场跟禁区 这跟勇士的核心在后场是完全不同的概念 火箭心智已经卡死了 进攻端上就算还是以后场为主 也就是James Harden跟Chris Paul为主 当然没有问题 但前场跟禁区的防守怎么办 卡佩拉守得住AD吗? LBJ的打法又不同于KD KD是中距离直接打得掉 但胡人新教练Flame Vogel已经表示了 新赛季会让LBJ多持球 这也表示我们会看到更多LBJ切禁区做分球的画面 换句话说火箭的前场跟禁区扛得住吗? 所以火箭的假想敌从勇士换成胡人 这代表着你的阵容势必要做出调整 但新资空间卡死的要怎么做调整 这真的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所以现在有消息指出除了James Harden之外 所有的球员都可以做交易 这个事情是火箭要面对的 因为上个赛季没有PK掉勇士之后 这代表着新资压力正式到来 所以火箭绝对是目前联盟中压力最大的球队之一 第二支是雷霆队 去年LBJ跟胡人签的是3加1 今年是第二年的 巧的是Paul Jory去年跟雷霆签的也是3加1 今年也是第二年 而且雷霆的薪资压力比火箭更严重 目前有合约再生的球员只有11位 团队薪资来到1亿4600万 但年薪资有194万的Noelle已经跳出合约了 相对于火箭在阵容上还有很多要补强的状况 这里指的是前场跟禁区 雷霆整个团队阵容是比较整齐的 这是事实 但我们在雷霆资季检讨的影片中有提到 年薪2500万的Steam 8 Downs 在季后赛场均数据只有11.8分7.2篮板 更重要的是雷霆市地形赛中 场均出手次数最多的球队 场均出手次数是94次 这样快节奏的雷霆队Steam 8 Downs 是不是球队最适合的禁区球员 这是要考虑的 第二个问题是 Russell Westbrook并不是一名稳定的得分手 所以到了季后赛防守强度更高的时候 只靠Paul George一个人的得分能力足不足够 对上脱光者的系列赛就是最好的证明 如果胡人一定要在未来两年内拿下冠军 因为LBJ已经35岁了 而且合约只剩两年 那么雷霆两年内也必须拿下冠军 因为两年后Paul George合约也到了 会不会留我们不知道 但两年后Russell Westbrook已经33岁了 更重要的是实际上未来两个赛季雷霆心智都是破表的 如果豪华说一直给但球队却拿不下冠军的话 这个压力是非常大的 所以当勇士殷伤的问题可能倒下之后 包括合约的问题等等 雷霆目前的阵容当然有机会在西区有更好的发展 但胡人LBJ加AD这个组合强大是四十 所以雷霆现在要想的问题跟胡人队是一样的 怎么样才可以在勇士倒下的这个赛季聘一座总冠军 这也是夏天雷霆总管Sam Christie要去思考的问题 就目前这套阵容面对胡人的双星连线赢的几率有多大 如果胜率没有超过50%甚至更高 新智已经破表的雷霆队要怎么做调整 第三支受到很大冲击的球队我个人认为是脱王者 就算脱王者季后赛成功的打进西区冠军赛 但今年夏天脱王者有很多问题要处理 也因为成功的打进西区冠军赛 所以正在球团的立场 当然希望下个赛季季后赛可以走得更远 偷偷图表我们看得很清楚 下个赛季脱王者有合约再生的只有10人 但团队薪赛是1亿2600万 麻烦的是季后赛表现非常出色的小Curry、Ronniehood、Kender 这三名球员合约都到齐了 实际上阿米露的合约也到齐了 3、4号位一直都是脱王者的弱点 有意思的是胡人目前最强的位置就是3、4、5号位 也就是LBJ、KLKUZMAAD 所以这对脱王者来说是一个很尴尬的状态 特别是在你团队薪赛已经破表的时候 你怎么签下自由市场中防守能力出射的封线球员 进攻段上核心不同没有问题 脱王者核心放在后场双枪加上中锋 Nuckish这是OK的 但防守的段上球迷能想象 Hakles Turner去守皇上LBJ吗? 所以脱王者现在面临一个很大的问题是 双枪猜不猜 因为脱王者被淘汰之后 球团不只跟教练Terry Storrs续约 也跟当家一个Demielin提前续约一份4年1.91亿的合约 这份合约预计从2021-22赛季开始执行 逐年薪资分别是4,260万、4,600万、4,940万 以及最后年的5,280万 这代表这支球队的未来就是Demielin了 这是事实 而走到西区冠军赛的脱王者一定想要走得更远 目前34号位的战力不佳也是事实 所以双枪猜不猜这是要去思考的点 因为只有透过交易 脱王者才可以让整个战力更平均 另一个方法就是让Ternal、Hakles 以及Miles Leonard合约在下个赛季走完 也就是下下个赛季再来思考补强的问题 但这样比较消极的做法会是已经走到西区冠军赛的脱王者会做的吗? 暴龙拆掉双枪是最成功的例子 因为团队战力可以平均在前中后场 无视双枪在John Ward受伤之后也解放了Brady Bill 这里指的是场上球员的球权更平均更理想 所以脱王者要思考的也许是双枪才不拆 因为胡人的前场强大是事实 而当球团没有足够的薪资空间在封线上做补强的时候 如果想要走得更远 这是要去思考的问题 以上三支球队是我个人认为在LB在AD这个组合出现之后 马上要做出调整跟压力最大的三支球队 这三支球队都有共同的问题 就是薪资问题 简单的说能拿冠军给豪华税真的是小事 最怕的就是给了豪华税但拿不到冠军 在勇士有伤兵问题困扰的时候 很多球队当然都想要在这个时间点拼个总冠军 但勇士跟胡人核心却不同 勇士的强大在于浪花兄弟加KD 直白的说就是死亡无小 这是一个偏小的阵容 但胡人现在有了AD之后 胡人前场的战力会让原本以勇士为假想里的球队 阵容上必须马上做出调整 但以上三支球队都没有薪资空间了 所以如何调整阵容会是夏天球迷可以关注的点 我真的相信今年夏天会很热闹 因为LB这一家AD这个前场的组合 会带给各球队不同于过去勇士队所给的压力 所以当我们在关注胡人其他行资怎么做补强的时候 我们也要关注其他球队怎么面对这个犯规的前场组合 这会是今年夏天很有意思的地方 至于在你心中有没有哪一支球队 也是在LB这一家AD这个组合 出现之后压力非常大的球队呢 欢迎留言告诉我 让我们轻松的聊NBA吧 以上就是这节内容 希望今天影片你们会喜欢 那今天影片这边结束了 记得按下喜欢跟分享这部影片 也别忘了订阅我的频道给有个事实的鼓励哦 我是Johnny 我们下次见 拜拜哦